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何杰和姐姐们在宿舍聊天时就曾表示 选你们不是因为情义 是因为实力 作为浪姐的前辈姐姐 纳英也毫不掩饰表达过 我们选人不选人 跟喜不喜欢 友谊都没关系 大家都以这样的心态面对比赛 于是就出现一个状况 每当到组队分组时 又或者是私下互动时 姐姐们一个不小心 就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 七威蔡文静 还记得第一次分组选人吗 因为观看出舞台时 坐在一起聊天很投缘 因为看到蔡文静的舞台 很有创意也有潜力 七威直接使了个眼色 蔡文静便知其心意 两人成功组队时 不少观众还觉得 很意外他们能够相处得如此之好 包括在一起工作生活的过程中 两人那叫一个互相欣赏 蔡文静赞叹七威实力超强 领导力也很在线 并且在和两位总监聊天时 很有气势 妥妥一副明媚模样 而七威也大方在舞台上 夸蔡文静给团队提供情绪价值 多次肯定了她的性格和身上的正能量 包括第二次组队 蔡文静和谢金燕绑定在一起 七威也是毫不犹豫选择了她 至此 众人都觉得 如此惺惺相惜 两个人会一直互相支持和鼓励 哪怕不在一个团队 也少不了私下的互动 然而现实却是 七威比着比着 就慢慢和蔡文静拉开了距离 所以蔡文静在开玩笑时才会说 她最近都不发信息了 不仅如此 七威还把蔡文静心中中意的队长给选走了 蔡文静又是一顿调侃 昔日队有遍敌人 人心险恶 即便是武功组队 两人又同在一团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 七威这次的选择很被动的 她心仪的队员 比如刘欣 已经被和杰选走 陈立军再再三犹豫以后也选择了和杰 而通过三攻四攻的人气积累 蔡文静人气大涨 在可选成员中 蔡文静更可以给团队增分 所以七威又选回了她 当然 蔡文静看起来大大咧咧 其实她也有自己的小想法 不然她也不会在之前的比赛中 主动承担起家长重任 不会在众多年长姐姐面前 有勇有毛 所以也不难看出来 七威和蔡文静在浪姐建立的友情 更多是基于节目中的个人利益 这样的友情是否能走得长远 我们拭目以待 02柳言和杰 在第三次公演之前 和杰组的姐姐们来了一次宿舍会谈 一个不想心 大家便伤感了起来 因为和杰讲起自己的不容易 提起了当初的低谷期 也是因此 观众才从她口中得知 柳言和范甜甜是她多年的老朋友 本来老友一起参赛 要么喜欢抱团取暖 要么少不了私下的互相调侃 但是在节目中 三人可从来没表现得有多熟 不仅如此 柳言的一个小举动 还直接暴露了这段友情的真面目 在尚文杰和和杰出现小摩擦以后 和杰背着书包就走人 柳言没有追出去询问 陪伴 其中的原因 在之后小组的一次饭局显现出来了 作为和杰的好朋友 柳言当着和杰的面 就表现出对尚文杰稳定情绪的敬佩 虽然因为开启了这个话题 和杰和尚文杰之间的误会化解了 但是不知当时的和杰 心里作何感受 包括在和杰和七威两人作为队长 竞争选歌时 七威提出尊重和杰的意见 并说出一大堆理由 大家都夸她聪明 有策略 柳言看着场上一联盟的和杰 却忍不住说了句 和大宝脑子都没转过来呢 这话倒是能看出两人关系的亲近 但是感受不到相互之间友情的温暖 似乎更多只是互相调侃 可以说 柳言和和杰这段老有关系 看起来倒是真不如她和萨鼎鼎之间自如 两人只是经历了一工的合作 之后在萨鼎鼎担任队长时 柳言便毅然决然选择她 并一直鼓励她 03尚文杰朱丹 要说浪姐中对朱丹最为照顾的姐姐 那非尚文杰莫属了 众所周知 作为主持人 虽然朱丹的主持实力很强 但是在这个专业的唱跳舞台上 朱丹可是哪方面都有点拖后腿的意思 唱歌时不时会跑掉 跳舞虽然能跟上大家的脚步 但是肢体还是显得不太协调 加上在话题度方面 如果不提起感情方面 似乎也没有太多众人关注的点 综合以上因素 每一次组队选人 朱丹都是十分被动的 这种情况下 尚文杰多次和朱丹同入一队 在演唱方面 他不断耐心指导 帮助他 还连声称赞 鼓励他唱得好 私下的生活当中 两人同住宿舍 尚文杰也会应朱丹的要求 帮他吹头发 最令人感动的一幕是 第四次公演结束后 朱丹显示被淘汰 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 节目组队武功设计了全新的选人赛制 留下来似乎比被淘汰 更加煎熬 朱丹坐在场上 看着别人在互聊 组队 自己这却冷冷清清 心里很不适滋味 此时尚文杰和郭碧婷便注意到了他的失落 跑到他身边 陪他聊天 给他安慰 陪他等候 当然 尚文杰对朱丹足够关心 朱丹对尚文杰也是十分偏爱 在尚文杰和何杰起了误会以后 朱丹两次帮尚文杰解释 一次是解释尚文杰为何想跟郭碧婷唱 一次是替尚文杰表达 他和何杰频率不同 所以触不到一起 除此以外 在选歌时 听到好听的大Vocal的歌曲 朱丹也会第一时间想起尚文杰 这么看来 两人的友情在不断升温 想必节目以后 他们也会越处越好 林四陈浩与陈丽君 也许是都姓陈 也许是出舞台给观众的印象是两个人长得很像 加上一共同在一组 并且两人都实力非凡 所以陈浩与陈丽君 常会被大家相提并论 在镜头下 两人私下似乎也非常聊得来 陈丽君生日时 他和刘欣 七微同在一组 本以为昔日队友 分开之后早已不把彼此放心上 但是陈浩与 柳妍 萨鼎鼎 依然很贴心地私下悄悄给陈丽君送了礼物 除此之外 在最近一次组队中 陈浩与对陈丽君的理解和支持 更是暴露的一清二楚 他明明是想和陈丽君组队 所以在选人时 但凡没有翻出陈丽君的卡牌 他就一直不停止 好不容易翻到陈丽君了 没想到陈丽君并没有直接选择他 而是十分犹豫 此时陈浩与没有抢球 就是选择支持 等到七微和和杰都想争取陈丽君 在他面前不断给他施加压力时 陈浩与明明很想 但却告诉陈丽君 你很为难是不是 没关系 我不给你压力 看到这一幕 不得不说 真心为对方考虑 他们的友情 的确难得 05郭碧婷苗 说起来 郭碧婷和苗苗这两人能够玩到一起 还是十分令人感到意外的 本以为两人只是在舞台上合作过 私下并没有太多共同需要 然而在五公组队时 他们却表现出了 想在一个队的强烈想法 苗苗想战和杰 拉郭碧婷一起 郭碧婷却表示 他们肯定选你 但是不选我 苗苗也十分谦虚 他在想 要是对方把郭碧婷选走了 但没选自己怎么办 此时郭碧婷十分一起 那我就下去跟他们说 说你们一定要选苗苗 不然我就会哭 这段真是看笑了不少观众 因为两人的对话 听起来略显幼稚 就像两个小朋友一样 但是当中也恰恰透露出了 他们的单纯友谊 没有什么功利心 输赢心 就是简简单单想在一组而已 在结束训练以后 郭碧婷和毛毛还一起 去户外草坪上赏月 聊聊自己的生活 聊聊对未来的规划 有种岁月静好的感觉 用网友的话说 两人连说话频率都一样 太大了 的确仔细想想 郭碧婷一直以来的性格 都是十分温柔 随和 有种随遇而安 不争不强的感觉 而毛毛呢 从她能够为家庭放弃多年的事业 对孩子对郑凯 也是满满的都是温柔和耐心 足以见得 两个人的生活心态都很松弛且乐观 似乎他们并不在意 在浪解舞台上的输赢 更在意的是体验这个过程 这样一来 两人能成朋友 也就不奇怪了 所以浪解这个舞台 每个人的目的不一样 免不了明争暗斗 但同样有真情存在 总结下来就一句话 有缘人能处到一起 珍惜就好 好朋友唯利疏远 看清就好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 对子优优劣来